李善长阵人真不简单 朱元璋刚占领精灵 他就抢先一步进入都督府 命人从里面挑着抱着几箩筐东西 乐呵呵的往外走 朱元璋有点不大高兴 我说老李啊 几个意思 战争还没结束 你就开始搜刮起东西了 这些可都是无价之宝啊 朱元璋先开步 一落落书露出来 将士们都不明白这算什么宝贝 朱元璋拿起厚厚的一本册子 就问李善长 先生你这是 上位他们可是朝廷 谁要是掌握了这些大数据 谁就对东南半壁江山了如指掌了呀 你打天下之后 难道就不要治天下了吗 这些可都是治天下的宝贝呀 朱元璋对目光长远的李善长 表示由衷钦佩 老李啊 咱要是刘邦啊 你就是咱的萧和呀 另一边啊 在黑时机被援军围困的郭天旭 得知朱元璋已经进了精灵 他气得要跳起来 朱元璋 你个王八蛋 你什么借死不救啊 而当朱元璋在精灵闷声发财时 顶不住的郭天旭啊 拿起刀就要抹脖子 朱元璋啊 朱元璋 朱元璋 你害 郭天旭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坑了朱元璋无数次 没把他弄死 而朱元璋只坑了他一次 就要了他的小命 足见这人心狠手辣 凡事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而当我们看到郭天旭死到临头 还在骂朱元璋时 会觉得这货很无能 好气又好笑 可仔细一想 换个人也得骂朱元璋 因为这小子真不是一般的坏 是贼拉拉的坏 当义军遭援军困时 郭天旭原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是投降 连陈也这样反复投降的人都能活命 郭天旭投降 保住小命应该也不是大问题 但假意救援的朱元璋呢 偏偏故意勾着吊着 牵着郭天旭往第二条绝路走 就是跟援军血战 郭天旭一死刻不打紧 援军的统帅拖拖 为了快速歼灭郭天旭 立即将金陵城的守城将士 全部调往黑石基战场 结果把金陵城给漏了 如此一来 朱元璋不仅算计了郭天旭 还算计了援军统帅拖拖 兵不选任就攻占了金陵 在这座足以称雄东南的城池里 朱元璋算是真正从一个放牛娃 成了雄机一方的诸侯 不管是援婷 还是天下英雄 都不敢再轻视他 而他在获得如此成就的时候 还顺带借援军的手 铲除了郭天旭 当这位沦为牺牲品的义兄 临死前对朱元璋破口大骂时 他并不知道口吐芬芳 是他能对朱元璋造成的最大伤害了 因为在他死后 朱元璋干的那些事 能把他气得窜出棺材板 但刚开启腹黑之旅的朱元璋 不会给他机会 因为他的棺材板 绝必已经焊得死死的了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一波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知识是过到持久的动力